近几年政府致力发展文化创意 但对于服装产业来说 还是持续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 大师的话就会但愿我们请到的是 服装设计师陈继敏 分享他的成功经验 我也是觉得台湾其实是可以走很精致化的 它不需要是走一个太所谓量化的 它应该要走更精致化 更有品牌 更有风格 可是我想台湾在谈文创这个部分 为什么很难是 我觉得台湾一直在太多的代工上面 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文凭 或者得过一个很好的奖 然后一直满足在那个奖里面 所以它就变成让我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愿意去做很多的尝试跟体验 我想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坚持是一个很重要 可是那个坚持并不是固执 就是说在一个框架里面 而是说我一直在体验 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生活 其实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地方 常常我觉得其实不需要舍近求援 台湾就是一个太美的一个地方 你哪里可以三十分钟到海边 十分钟就到山上 对不对 这是多么一个难得的 就是说 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这么坚持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好好做一个品牌 看到你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真的太明明了 好 这么多年 是